第四次江城会下个月就要在台中登场 那么对于绿营呢 曾经扬言说要进行抗争 在今天早上大陆国台办 则是向马政府喊话了 要求要保障陈运营一行人的生命安全 将信台湾方面会采取切实措施 保证海系会访问团一行的生命安全 保证两会领导人第一次会谈顺利举行 谈的四个议题都是有关 有利于两岸同胞经济民生的 我们相信会得到台湾同胞的支持和欢迎